OK,首先我们先回答几位朋友所寄来的问题,一位朋友提到,我这个人生已经走过了多大半辈子,感觉到这个人生非常非常的痛苦,同时又感觉到这个轮回,又是那么的可怕,所以就想要彻底的处理。 现在我已经放下了,世间的一切单身独处,一心专修,只是关切着自己的这个禅修,只是关切着如何的才能离苦解脱的那个问题,一心想要在灵命中时能够往生到近居天,五不还天,那个美好的地方再也不来了。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禅修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这个身心在灵终时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才能够有把握去到那个地方,请教朱老师。 OK,好的。 在一个程度上面,佛教他所讲的,你轮回或者你往生的所在, 它其实就是你的心境的一个回应,你的心境的一个显现。 一个人他的业所产生出来的居住的地方,他直接就是显露出他这个层次的活动,所相对应的未更换, 他所相对应的福报是什么,他所相对应的责任和负担是什么。 所以,严格的来讲,如果有能够到近居天到五不还天能力的人, 他应该要有好一个程度的自知能力的说,他有信心,他接下来不会再去那种高度的动荡不安的地方。 我们再更具体的一点讲,近居天跟五不还天,那是三国的圣人,所去的。 然后,三国它的具体的解脱境界,我们用以下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明,那就是, 眼耳鼻舌身意,他所产生出来的各种的经验,从视觉乃至到触觉意觉,你在对他们的回应上面,是平安的。 你没有对于那个,眼耳鼻舌身意,他所能够呈现出来任何的一种意境, 有依托感,有迫不及待,有匮乏,有想要冲到哪里去, 而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尽管它在发生着, 但是你的内心是平安的,那个平安感,它完全不被六根六层所动摇, 你在对应六根六层的反应上面,它没有冲动,它没有迎合,它没有排斥。 你甚至可以讲说,如果你在这一辈子,有体验过那样的心情, 那就是一个程度的禁居天跟五不还天了, 那样程度的美丽,那样程度的幸福,那样程度的平安, 你就能够确知说,你不管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你都有足够的智慧跟化解境界的功夫, 使得当前的环境,它是一个程度的禁居天。 OK,好,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 朱教授,您好,请教您如何在有大量糟糕语言的环境里保持智慧。 我妈妈经常会喋喋不休地将她的神经质担忧, 和被她强加因果,被她扭曲过的事。 听多了以后,我会掉进去她的神经质逻辑里, 影响到我的心智状态和行为。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降低糟糕语言的敏感性呢? 我有尝试过把喋喋不休的她想象是一个消教的小动物, 人类不需要去辨析小动物的语言, 但是她的语言急穿想象直接进入到大脑里, 我的大脑直接会对她的语言进行思维, 开启防御,或者被迫顺从。 感恩您,上一次您对我的开始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OK,好的。 要处理人事方面的问题哦, 它是比起禅修上解决你心晋商的问题要复杂多的多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样的万灵单, 所以我会建议多管齐下。 第一个,大概是最有用的管道, 但是你并不一定一直都有这个机会使用的, 那就是言不见为尽, 就是要做深远离, 就是甚至要跟自己的家人保持一个距离, 不要被传统的家庭伦理绑架, 不要觉得说你有义务, 一定要每一周有多少的时间是跟着家人在一起的。 最终你要选择花多少的时间跟自己的亲人在一起, 有好大一个部分应该取决于你能够如何不要被你的亲人的不好的影响影响到。 所以在你能够消化的那个程度上, 你可以选择说去对你的家人进行照顾的工作, 表达善意的工作, 维持关系的工作。 所以这是第一步, 就是经常保持距离, 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最好不要跟这样的人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如果你有像经济的独立能力的话, 能够自己在外面住, 最好不要跟神经质啊, 跌跌不休的这样的人一个人, 长时间的共处。 你跟这样的人共处, 那个修行挑战性太大了。 然后再来, 第二个你可以尝试的渠道, 就是当你面对这种跌跌不休神经质的人, 你很有可能你的第一个直觉是, 我要如何的说服他, 我如何的跟他讲道理, 所以能够改变他的想法, 能够纠正他的逻辑, 但我建议你不要有这样的期盼, 大部分不管是有轻度的人格障碍的, 或者是严重的达到临床标准的人格障碍, 人格失调的人, 他们基本上是非常的, 叫treatment resistant, 就是很难能够被接受治疗的, 他们会有这样的障碍, 他就是高度的欠缺自觉力, 也高度的欠缺那个向解脱的动力, 所以你不要想说你要去改变他, 那么你要怎么样跟他沟通呢? 最好的沟通法呢, 跟这样的人最好的沟通法, 不是说在他的那个逻辑的层面上面跟他沟通, 而是无厘头的跟他沟通, 好比说用幽默感的方式, 不直接回应他的问, 不直接回应他的喋喋不休, 而是顾左右而言他, 换一个话题, 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个具体的例子并不一定适用于你, 可是你希望你能够举一反三, 假设说他跌跌不休的在讲你, 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老大了, 还不嫁, 你这副德性怎么会有人会喜欢你, 假如是这个样子的的话, 那你就, 你与其你跟他回说, 哎呀, 现在的人啊, 好的人, 好的修行人多么难找什么, 跟他这样子很理性的这样对答, 你会非常累, 而且是基本上一定会徒劳无功的, 你不如你就跟他讲说, 你就对他笑脸着, 嬉皮笑脸的跟他讲说, 哎, 你看看啊, 是神明的妈妈, 交出来一个, 带出来一个没有任何男孩子会喜欢的女生, 留意当你这样子讲, 你完全不是在抱怨, 你不是在侮辱他, 你不是在指责, 你是纯粹的流露出, 你一点都不在乎, 然后你很调皮, 你很愉快的态度, 这就是我的所谓的无厘头的回应, 那如果你采用这个无厘头的这种回应法, 他有好处跟坏处, 他的好处是他强迫你必须要善用你的机制, 所以你能够一直不卷入到他沟通的那个层次, 而是一直保持在无厘头, 保持在不跟他的那个逻辑是平行的, 是交接的, 所以你必须要一直使用机制, 你必须要一直高度的情形, 但是他的缺点也是, 这是相对好神的一个工作的, 如果你在没有选择或者你在疲劳的时候, 你甚至你就是跟他一个嬉皮笑脸, 然后跟他肃然起经, 忽然之间立正, 给他一个敬礼, 然后跟他讲, 是的, 遵命, 好了, 我要去过我的生活了,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回应, 然后就没有结束了, 让他对你无可奈何, 他如果继续念, 你就去遵命, 遵命, 遵命, 类似这样的这个方法, 然后有机会的话就退出来, 有机会的话就不要待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管道呢, 就是他的喋喋不休, 你讲到说他会击穿你的想象, 那要多练习, 什么叫做活在触感的世界里面, 活在那个单纯的空气震荡里面, 一个有帮助的方法就是想象你自己披上了一个装甲, 这个装甲它是由贫舌心所做成的, 你可能有见到过这样的图像, 佛陀他在静坐, 那个魔来打扰佛陀, 他用各种的禅言毁谤, 要去攻击佛陀, 可是这个禅言毁谤, 在靠近佛陀的身体的时候, 纷纷化为莲花飘落, 无害的飘落, 你可以想象说你有这样的一个贫舍所制造出来的保护网, 它是围绕着你的, 所以所有要进入你个人的那些声音, 那些噪音, 它都会被这个保护网所过滤, 所以它穿进来的已经不是那个有刺激性的语言, 有意义的语言, 而是纯粹空气震荡, 空气里的按摩, OK, 好, 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 曾经有朱老师, 抱歉我上周对寻思的表述有错误, 我一直以为寻就是选择, 寻就是评估, 无寻无寻也是一种没有念头的寻思, 所以上周提问以寻思为前提造成了误解, 我换一种问法, 您原来说飞响飞飞响没有会观, 是不是飞响还有极灭有会观的, 飞飞响由于是涅槃, 所以没有极灭就没有会观了呢, OK, 这里面还是有误会的, OK, 首先飞响飞飞响处, 它不是两个不同的, 它不是说分成有一个叫飞响的部分,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叫飞飞响, 不是的, 而是说有一种响, 它叫做飞响飞飞响, 然后如同我们过去所结束, 这个飞响飞响是见机于它理解了, 所谓的真我或者是心或者是涅槃或者是泛, 在古代的印度里面他们认定为解脱的目标, 可能名字不一样, 但是往往他们有一种共同的认知, 那就是不管你讲是真我或者是涅槃或者是犯, 它都不能够是心的一个对象, 它不是一个对象, 只要它是一个对象, 你就有机会跟这个对象发生关系, 我们因为不断的认知, 这个宇宙里面有相对于我的对象, 所以有谈, 所以有黏着, 所以有动作, 我们的动作就是由自我发生, 然后要把它加附于对象, 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飞响飞飞响处, 它是立基于这样子的理解上, 并不是说有一种定叫飞响, 有另外一种境界叫飞飞响, 不是这样子的, 然后再来你讲说我过去曾经讲飞响飞响没有会观, 当时我这样子讲, 这是根据像中部里面的经, 像一些布派佛教里面的流传, 这个是布派里面普遍的流传, 这个在布派里面呢, 可能有据我们所猜测了, 超过一半的布派的共同的认知, 就是飞响飞响响, 它是一个非常稀薄的一种定境, 所以它是没有办法让你能够同时进行着观察, 然后同时处在这种定境当中, 你是必须要退出来, 从这样的境界里面出定了之后, 透过回忆起这个定的内容, 然后再对它做会观, 这是布派普遍的讲法, 我在过去呢, 曾经有表达过, 我对于很多所谓的布派的教条, 一方面参考, 另外一方面, 我往往并不全然会接受, 这个是一个说来话长的话题了,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认为, 其中一个原因也是, 建基于我比较宗教学的背景, 所以我知道说, 佛教以外, 其他的沙门集团, 他们对于飞响飞响的理解, 然后佛教自己本身历史上面, 对于飞响飞响, 它的定义, 是如何的流遍着, 演变着, 然后你这一边, 你接下来又提到, 我理解涅槃和禅定一样, 出国圣人是不能一整天, 住于禅定, 涅槃的, 很多时候心还是有抓取, 涅槃不依靠念住保持, 那出国圣者, 怎么在日常生活中, 尽量延长涅槃的状态呢? OK, 好的, 这个可以从比较粗浅, 跟从比较细腻的角度来讲, 粗浅的来讲的话, 要怎么延长呢? 那就是, 继续的摧毁, 无名可爱, 继续的针对着武运修学, 无偿苦非物, 类似像这样的做法, 那就是具体的延长涅槃的状态, 然后如果细腻一点讲的的话, 实际上出国圣者, 他面对涅槃的态度, 那已经不再是说涅槃是一个外在的东西, 我如何能够进去, 进去了之后延长那个我进去的时间, 他已经不是把涅槃当作一个在心以外的某一种状态, 然后他必须要对这个状态如此的控制, 而是他发现到涅槃是唯一的真确, 唯一的真切, 然后那个所谓的抓取, 所谓的无名, 所谓的自我感, 他是一个在这种真切中, 所允许的某一种现象, 但是一点都不影响这个真确, 所以对于出国圣人而言, 那个只是你有多大程度在归顺着, 在做你自己, 这样的一个问题而已, 那已经不再是一个我要怎么继续修行的问题了, 对于一个出国的圣人而言, 他应该会很清楚的看到涅槃是自然的, 是容易的, 轮回是困难的, 是复杂的, 然后轮回是全然见机在一个错觉上面的, 所以他只有这个过程变得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随顺, 他没有说我要怎么样花更多的力气, 才能够一直呆在涅槃里面, 这样子的想法, OK好, 然后再接下来你又问到, 我理解一切都是经验, 都是本然的显现, 阿罗汉体验的纽约亲人周杰伦的歌也都是本然, 由于没有客观存在, 所以互相认识的两个阿罗汉, 也不是彼此的客观存在, 只是本然的两个相, 所以圣者之心是一致的, 有情众生只是本然派生的意识, 意识是独立的, 阿罗汉意识灭绝, 没有一个阿罗汉体验到的独立存在的另一个阿罗汉, 所以本然是唯一的, 所以阿罗汉都归于一个唯一的无语涅槃, 无语涅槃没有个体的独立性, 这个逻辑简单说就是, 我就是唯一的宇宙, 这个逻辑会产生不同的身心效应, 这种逻辑我感觉进入了十四部纪, 无纪吧, 怎么样才能对离苦更有帮助呢? OK好的, 基本上你这边论述我都觉得都是可以的, 然后但是所有的论述它通通都是一种想, 所以要怎么样才能够对离苦更有帮助呢? 你去看一看, 这样的想, 它是不是帮助你更贴近所有的呈现, 更让所有的呈现是没有距离感的, 是更能够化解贪的, 是更能够摧毁掉我们的, 所以那个具体的那个内容是什么? 你要去理解到说, 那个具体的内容, 它真的它是空, 这里面只有理解这样的一个动作, 你的注意力应该是要放在它的效应上面, 当你这样的理解, 它的效应是这个样子, 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你很有可能你会开始, 把你的这个理解, 再更简化, 你之所以要把它更简化, 变得更单纯的原因是, 单纯的想, 它所产生出来的效应, 是更加的有效率的, 是更加的强烈的, OK好, 这些是朋友们所寄来的问题, 在座的朋友们, 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心得? 钟老师你好, 你好, 那钟老师你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今天想跟老师请教一下, 该怎么对治神经紧张这个盖障的问题, 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 怎么能够敏感的去决策, 我有两个不太不太懂得怎么下手的地方, 第一个是我不太明白怎么做到不理会心理上的包袱, 一直去扛着压力, 我一直扛着压力, 这个就是我知道它是跟可爱和贪是有关的, 然后之前您回答大家的问题的时候, 也经常提到就是不要一直扛着不理会就好了, 但是我找不到合适的就是极端的例子, 就是比如说失恋的时候, 你可以说停, 那些都过去了, 但是大部分时候都是黏黏黏黏, 对, 是的, ok, 所以呢要做到不扛或者是减少扛 然后他必须要立基于那个念注的一些基本的功夫 像念注他基本功夫是你平常你已经在留意着粗跟细的动作了 所以你平常你好多的动作好多的起心动念 都是在念注的框架当中相对从容的在发生着 所以你已经是在管控着管控着你的那个那个动作了 你如果你平常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 你等到一个剧烈的事情他发生了 像是失恋的感觉 那个失恋感觉他里面是有很多细致的复杂的动作 你平常的那个粗糙的工作你都没有在管理在觉知了 忽然之间一窝蜂来的 然后这里面又再加上很多的苦受 这苦受他又在使得你有很多的苦闷有很多的困惑 然后这样的这个苦闷跟困惑 他又使得你更丧失能够细腻观察的能力 他变成是一种恶性循环 所以平常的时候你已经在留意着你能力范围能够留意到的动作 然后在管控他 所谓的管控的意思就是在抒压 在使他从容 在缓解他 然后在消化他 所以我们一般我们就讲说 如果你平常你能够留意得到你走路的状态 你走路是不是能走得充容一点 你如果能够留意得到你讲话的状态 你讲话能不能够是 语调上面 他产生出来的效应上 你的动机上面 你有更多的觉察力 从那地方开始扩散 所以你敏感度提高 你有可能你能够在没有事情闲暇的时候 更大程度去留意到 你的心 你的心思 他是这样的冒出来 他是这样的在期盼着未来 他是对于那些境界 又期盼又不害怕受伤 那一种具体的这个活动 你有了这样的基础 然后再处理大的问题 首先第一点是 根本就不会有机会 小问题会滚雪球变成大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 就算是大问题 你也能够单刀直入 直接看到他那个关键元素是什么 所以你不觉得那是一个大问题 那全然就是一模一样的元素 他在不同的组合 呈现出来的相貌而已 然后会建议你说 神经紧绷 你平常就可以多练习 像光是在神念柱上面的放松 去留意那身体内在的紧张 不是等到有事情的时候 而是平时的时候 你认为说你一开始 你可能肤浅的觉知之下 你会觉得我没有什么紧张 我目前还好 现在没有事情 那个时候你觉得 我要搁置一下这样的预设 让我安静下来 耐心的多看看 在我的这个身心系统里面 是不是有隐隐约约的 我要怎么样的能够深度的放松 你甚至可以 在贪施法当中进行 你可以贪在沙发上面进行 贪在地毯上面进行 假如你是一个觉得 那个传统的坐姿 没有办法很有效率的 帮助你索要 你可以 这个把不同的姿势 的放松方法都引界进来 朱老师之前正好回答我 那个在日常生活中 常常去抒压的过程 也提到过 就是要去抚平神经系统的能量 可以去进行这种周边全身的按摩 我在尝试这个过程里面 会感觉要么就是特别的粗糙的 就像您刚刚提到 我也能体会到触感 那可能是跟别人在互动的过程中 会发现自己的紧张 然后手是握紧的 大腿的肌肉也是紧绷的 然后可以踪脱开 这是很粗的层面 要么就是非常细 非常抽离的层面 也是您刚提到 就比如说在周围没有人的时候 做心念住的练习 去留意身体 然后这个是会进入到 除了身体以外 周围也没有空间 也没有时间 也没有呼吸的状态了 甚至会发现那些包袱都是 像从眼睛投射出来的一个电影一样 我没有在面对它 但是我就要么是很粗 要么是很抽离的 就是中间的这个地方 我就不太知道怎么下手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能量 就overall的能量特别低 还是说因为没有习惯于把神经突出 establish 到这种感知身体抽感 是 ok 那个 其实若观察到粗浅 观察不到细腻的 这个都不是大的问题 有一个比较要留意的是 你能不能够长时间延续的处在一个 好的身心的环境里面 你若你只是很见邪的 很偶发性的 发现到大腿在紧 跟人在一起的焦虑感等等的话 虽然那个有帮助 可是那个还不足以构成念著的条件 念著啊 那个正知正念 它有加一个正情 那个正情就是 在好一段的时间之内 你都是处在一个正知正念当中 所以 为什么在修念著的人 旁边人看他 他的那个行为举止有点怪怪的 所谓的怪怪的意思就是说 他可能动作变慢了 他好像是活在忘我的 我去纯然 这个沉浸在内观的状态 这个你几乎你可以 一眼就看得出来 一个他在精行禅修的人 他跟那个一般在散步的人 那个神情 那个举止 那个风度都是不一样的 你要有这样的这个习惯性 就是延续着 你如果一开始 你只能让自己延续了15分钟 那都没有关系 慢慢慢慢延续到 你生活里面 你经常高频率的 都是处在念著当中 你要有念著 你才会有足够的力量 去拔除掉你紧张的惯性 我们的惯性 它是今年累月积累下来的 它很难是透过你飘忽而过 偶发性的 那个觉知 去改变它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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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老师 您刚就正好在今天的课里面 也提到 我是觉得要进行念著 内心去是 虽然有一定的空间感 嗯 我觉得我有一个问题 是跟人互动的时候 甚至只要是作为有人 就会 好像正面会很容易被打断 嗯 有一个开关就不受控制的开开 嗯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 其实在没人的时候 更多的下功夫 然后慢慢的延续到 有人的状态下呢 还是 一个功夫就是提醒你自己 然后说 嗯 像你的人格的特质 agreableness特别高 你要知道 say no 你不要please 你要把你的心思那么多 都在放在说 你要人家喜欢你 你要人家认同你 你很害怕 争端 很害怕冲突 不要怕 好 你要想说 呃 当我选择沉默 当我甚至不用微笑迎人 我眼睛不注视人家 我的心情不去关注人家好不好 舒不舒服 那完全没有关系的 你全然可以是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自处着 你不要伤害人家就好了 就是平常的时候 你就提醒你自己说 我不要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立刻就习惯性 你要去扮演那个agreable personality的那个角色 立刻assume那个角色 他的responsibility 他的那个责任 我跟人家在一起 我要照顾人家 我要人家感觉我是一个好人 等等等等的 经常提醒你自己 我要调整这方面 你要说服你自己的一个方法 就是像我们这种agreableness高的人 我们为什么那么难改变自己的这种惯性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说 我们是一个那么好的人 然后我们信念隐隐约约对这个很得意 我们信念隐约对这个感觉到很知道 我是一个菩萨 我是一个天使 我是一个好人 类似像这样的想法 可是别这样子想 你要想说 我若我是一个盲目的在做亲和力的 亲和力高的人 那个high agreeableness的人 我是一个兔子 什么叫兔子 兔子它不是一个特别有品德 特别好的动物 兔子它是一个特别没有能力 它是一个天生要被人家厮杀 天生要被人家吞食的 它是大自然提供出来的丰富的一个食物 它是要给狼吃的 给狼吃的食物 那个兔子它之所以那么乖 并不是因为它有品德 它那么的好 而是因为它没有能力抵抗 然后我们要看到说 我们跟人在一起 我们为什么那么耗力的原因 是因为 We're uncomfortable being ourselves We're uncomfortable not pleasing other people 这个都不能算是品德 你把这样的行为模式 单纯看成是一个行为模式 而不要隐隐约带着一种 我很喜欢我的这种特质 好 谢谢朱老师 我去尝试念字在这个题 把这样的心情关注到 关注到日常的就前中 OK 谢谢老师 好 谢谢您 老师您好 你好 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妄想和时空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因为之前看到有人把科学佛学联系在一起 然后有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然后引发了我的疑惑 揭取其中的几段话 第四维时间是变量 在第四维状态下 身和死已被完全超越了 二维是三维的投影 三维是四维的投影 手是二维的像 挡在眼前看不见三维 同理我们每个人的意识里充满了三维的像 当他最后 当把最后一个三维的像 从意识中拿掉 得四维智慧 最高的N维智慧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禅所达到的一切像的境界 然后我想如果按以上所说 拿开了三维的像 是不是就是拿开了人对时空的体认 然后又想到了阿雷耶石 据说一切世界 时间形成色色 都借阿雷耶石平而来 包括精神世界 物理世界的功能 然后所以我就疑惑 一个妄想的产生 或贪嗔痴的发动 似乎需要一定的时间 要一平时空 好像就觉得不对劲 只是意识上面感觉到的 我们在我们在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最好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 因为基本的解脱到禅修者 他有的态度 那个态度就是说 所有的想 所有的这种形而上的诠释 本体它到底什么 这宇宙它的质地到底是怎么样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种 我们整理我们诠释经验的一个方法 它只是这样子 你永远只能够这样子而已的 是不是 我们永远只能够做 诠释着经验 这样的工作 你永远 你甚至没有办法想象说 到底是不是有 这个经验以外的东西 这永远没有办法被 被辨证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能够关心的 是经验是这样的呈现的 然后经验这样呈现 它有这样的效应 这样就好了 你如果这方面的探索 你不是不断的把自己拉回到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立场的话 它会无边无际的泛演演绎下去 越变越复杂 天马行鸿 它可以是毫无对 毫无证据的想象 它也可能是跟禅修 完全脱节了的妄想 都是有可能 你讲这边 有几维几维的空间 如果它在禅修上 它不能够达到离苦的效应的话 那它跟世人说梦有什么分别呢 好 那我们姑且来讲一讲 这样的这个想 它有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的主观的经验里面 你若是以一个旁观者 而不是以一个参与者的角度 来看待你正在发圣经验 那的确没有所谓的 什么三维空间 这样的问题的 一个程度上感觉像是看电影一样的 那个电影它呈现出 好像有深度 有山谷 有遥远的国度 虽然有三维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二维的空间 严格的来讲 你再换一个更超越的角度 它连二维都没有 连一维你都说 都说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 到后来它是不能说的 你会发现所有的在诠释 都只是一种心形 它不是那个经验 它的本然 然后你会在安静当中 在念头的止息当中 你得到的那种效应 是自由 是超然 是休息 而不是一种说 我要捕捉你 我要把这个东西 变成是能够被我掌控 处理的知识 连这样的欲望都没有了 连这样的欲望都没有了 你是完全的安心了 所以再次的回到 那个基本的认知 这是一种想 什么是想 想是对经验一种诠释 什么样的想有用 什么样的想没有用 你要看它的极灭未换离 所以佛法 它是有讲究这个想 包括空无边 室无边 你甚至一个程度上 所有的佛法 它都是一种想 可是佛法这种想 它跟世俗的妄想不一样 它这种想 当你是系统的 善巧的进行 它的可能性 就是摧毁掉 你所有制造痛苦的可能 谢谢老师 就是平常 其实是老浩想一些乱七八糟的 然后滚雪球一样 越来越多 然后忽然想想 感觉自己就偏离了 那个本来应该进行的 那个轨道 是 是 好极了 谢谢你 谢谢 朱老师 你好 你好 朱老师 那个上一周 然后 听了那个 您的回答之后 我当时可能有点紧张 然后我没有太吸收的 进去 后来我听了回放 然后我就 做了一些调整 上一周 然后 我先 我先报告一下自己的 禅修的情况 如果之后还有点时间 再请教你那个 理论上面的问题 是 然后 我上一周 一般打坐的时候 围绕的主题 还是正在放松的 那个神经系统 然后 我是用 绝意入出禅的那种方式 然后 先营造 就是营造起来出禅的氛围 寻思邪乐于进行的氛围 然后再开始 进行的那个 正在放松的 那种平息生行的方式 然后针对的是 最不 最明显的身体 触感的不适感 开始进行调整 然后当调整到 某一个区块调整到 减弱或者消失之后 再观察 次一级的不适感的部位 然后 这一周主要是 有两个不适感的部位 一个是心脏部位 然后另外一个是 右胸部位 然后接着 就开始是 心窝 心窝 就是 胸部正中央 心窝偏下 连接腹部的这样 就是一直是 他们会出现 我可以打断你一下 好 威舍 就是 我的建议是 你不要把重心 放在 不适感 上面 而是把重心 放在 像动作 为什么这样子呢 不适感 它是 你没有办法直接管控的 所以 如果你一直是 留意的是 不适感 心窝的井 身体哪个地方 不舒服 等等的话 它这里面有挑剔 而且你有可能会带着 有期盼 然后它要不见 然后它要消失掉 我要剔除它 类似像这样子的 你的注意力 假如说你真的要观 跟不适感 有关联 你可以看说 你有没有在对不适感 在做无意的反抗 在做抗 抗拒 在抱怨 类似像这样 那就可以 观察心形的意思 令心形祥和 并不是说 让身体的不适感祥和 缠纳 它是有止痛的效果 一个程度止痛的效果 它是一个程度 消化掉不适感的效果 可是要契入缠纳的过程 主要不是来自于 你怎么控制 消灭掉不适感 而是 你控制的 或者是说 你要处理的对象是心形 而不是那些 不被你管控的东西 我再举一个例子 对 你看 我们要进入出禅 具体的心形的转移 或者是平息 是欲界的焦躁 是欲界的饥渴 是欲界的匮乏 当你处在欲界的时候 你有一种叫做贫困者心态 我很怕穷 我没钱 我若不急急忙忙的这样子 那样子 我若不急急忙去讨好别人 我若不很用力的去维护 我的名声 我的尊严的话 别人一看不起我 别人一不留意我 我马上就失落了 那就是说 匮乏者心情 禅纳 他是有富足者心情 我是富有的 然后这个富有 是很容易保持的 我是可以用 更轻松的方法 然后使得我自己 变得比在欲界 更富有 所以那是直接 跟你在做什么 有关联 你的心情有关联 好的 谢谢朱老师 我一开始 是按照那个 那个思念处的 那个技巧在练习 然后之前呢 以为我那个心脏部位的不是 我以为那个就是心理的那根刺 所以我在想 那我通过这样的调节 然后让自己心情更加舒畅 然后后来就是这一周 我就很坚定的在用一个放松身体的方式在练 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发现 确实好像更多 好像是身体的不适感 所以我就把这个 就跟您报告 我在想是不是需要调节 调整一下 是 我们在观察身体的颈的时候 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看说 这个颈是不是你费心耗神 你的反应 你的动作所造成的 你在调整这个部分的颈 那个不能够控制的颈 那个不是因为意志而制造出来的颈 你把它当作是生苦 面对生苦我们是泰然 面对生苦我们是堪忍 甚至你可以是不理会 所以我们要调的那个颈 你要分析 它不是只是说泛泛的颈 它是那个 它是由你制造出来 你当下你正在费心耗神 你当下你正在紧绷你的肌肉 类似像这样 再次它是回到心形 好的 朱老师 那其实就是说 那比如说之前我感觉到 那个 有的时候蚕坐开始 眼睛就开始发酸 那其实这个是更跟心形相关的那种颈 这个是应该借助这个去关注到 然后去调整的 对 有的时候这两者会有点模糊不清 是不是 所以你就是有一点好像在揣摩着它 你在那边意味着 如果我这个时候更加不要费心耗神 如果我这个时候更缓和意志 那么这一种具体的颈 它会不会缓和下来 那透过这样的人来知道 这是属于生苦的部分 还是辛苦的部分 是 这样 眼睛颈的那个部分 确实就是降低那个使劲感 或者降低注意力 就会好很多 就缓解了 对 谢谢主老师 那我 谢谢你 谢谢你 还没关系 没关系 请继续说 不急 那个就是 那我也同时我也发现了 就是 我的意志力挺强的 我能够在 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的里面 就是跟那个身体的 那个不适感好 然后由于是 处在其他那的范围里面 所以主观上感觉 是可以共存的 就是我在 对这种过程当中 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也没有很紧强烈的焦虑感 或者不赖烦的感觉 是 大概是这样 是 是的 这样子 这都是一种 很好的 修学的方法 就是你要一直回到 像心形这样的主题 像你刚刚形容 回到形 这样主题 所以就算是 你跟他好 你也不是盲目的跟他好 而是你在留意着 这个好里面 我是不是有跟他在 跳tangle 我是隐约有跟他纠结 甚至里面 你可能会发现到 以前你没有发现到形象 你隐约有一个期盼 期盼的说 这不适感 会不会因为我 很能跟他好 所以他消失掉 你发现了 那个期盼 也是一个用力 它也是一个动作 你会让你自己 放松 安静 然后 发现到 可能你以前没有发现到的 动作 OK 知道了 谢谢老师 我继续努力 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有几个观察和发现 一方面是我发现 身体要比心要诚实很多 它的反应也更加的直接 就很具体的例子 就我如果有意淫的那种情况产生 然后那个生理反应 其实非常明显 但是心不太能够 托你这种故事情节 甚至还会掩耳盗铃 就给自己找借口 然后如果 如果在当时情况下 不是因为觉知到 身体剧烈的反应 是很难 调整心形和心境 去改变状态的 是 然后话虽如此 你讲成有道理 但是话虽如此 然后就连一个禅修者 或者甚至一个 已经完全超越了贪欲的禅修者 他都是有可能 有生理上面的现象的 就是这有点像是道家 那个像那个道德经里面所讲的 就连那个小孩子 心里面没有赢面 他都有可能会有 勃起的现象 所以你还是能够去区分 说这个现象是这个现象 然后你在什么样程度上在参与 那参与里面有多少的冲动 那个参与里面有多少的想象 那个参与里面有多少的迫不及待 类似像这样子的 继续去揣摩着 而不是说光是有传统上认定的 生理上的症状 就以为说反正你已经破功了 而是就继续继续看 继续留意着 OK 谢谢老师 另外一个观察是 在平时更多的那种 更多的时候就持续的保持一种身形 临近祥和的状态 然后不管是遇到什么情况 只要这种舒适感变化了 就会知道身心其反应了 有的时候就是想要迎上去 有的时候就跃跃欲试 然后有的时候就欢欣雀跃 又憎恨或者焦虑的状态 然后这个时候 我自己就优先做的 就不是去思考 这个状态是怎么来的 而是去做动作 然后调整 让身形祥和 就针对这怎么没的这种感受 对对 是的 然后另外一个发现是 我有一天早上吃饭的时候 就是同样的食物 同样的食量 吃到一半的时候 我从身体的触感上 感受到了负担 就是感觉到吃饭 也是一种负担 吃完之后走路的过程 也感觉装着食物的身体 是一种负担 由于我自己是属于 贪性性者那个类型 所以之前从来没有 这么直接的触感的感觉到 原来吃东西也挺有压力 就这种感觉 是 对 任何角度 能够帮助我们对于行 产生出厌离 那个都是好的 好 那我就是日常生活当中 就继续这样 就是尝试维持一种 那个身形或者心形 宁静享和的状态 就是更快的 更警醒的去发掘 有变化 然后 是的 这样形容很好的 好 谢谢老师 那接下来有一个 理论好的问题 是 是这样 就是在南传 比较权威的论典里面 他描述一个修行者 怎么样在禅定的状态下 进入涅槃境 他借助的一个比喻是描述说 假如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站在此岸 中间有一条河流 对面的彼岸是 看不到的 但是我们在到 以前 通过信 间信河流 对面有彼岸 然后接住一根树枝 然后用一个荡 如果光会成熟了 就可以荡到彼岸 如果没有成熟 但在这种状态上 都是属于陷入深度睡眠的状态 也就是当时是不自知的 只能醒来之后 回忆心路过程 往前推心路过程 才能确定 如果有体验到涅槃境 就会 比如说有三个 离心索 同时升起 对对 然后感觉 少了一些什么烦恼 如果没有解到涅槃境 就是落入了 有分心识 这样一个状态 有分流 然后具体的操作 它就是那是 就是那部论点里面描述 入缠纳的描述 它是入涅槃 跟入缠纳一样 只是对象 由缠像变成了 灭的那种 或者三角形的那种方式 那我个人对 因为这样的一个理论 我自己是有受了一些影响 第一个就是 我就一直以为 涅槃平时是体验不到的 如果能够体验到的 那就不是涅槃了 然后这种误解 去导致我很长时间 其实非常迷茫 因为我的定力 是不可能达到 上述那种状态 能锁双棉 或者是六根 全部都闭塞了 我感觉我 就是那个涅槃 好像是 就是很迷茫 我是真的很想去上解脱 可是就很迷茫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就是如果以上所有理论来看 那如果一个活着的阿拉罕 在日常没有入生地的时候 是的 他就没有体验 经验这个涅槃境 是的 然后就通过这个角度 为我答疑解惑 是的 这个不容易用语言清楚的表达 那我姑且用有一点点不直接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 那就是 我们与其要去捕捉说涅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不如讲说涅槃有什么样的效应 涅槃的效应就是他除了那个传统生命所讲的 贪嗔之子习等等这些效应之外 他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效应 就是就是他会让你对未来都安心了 你不会再怕 你不会怕说有某一个状态不能解决的 你不会再认为说轮回的困难 它是比起涅槃的安全更加正确的东西 然后体会到这个人他这样就安心了 接下来每个人的主观要怎么样去描述他都没有关系 我听到那个传统的上座部佛教 他讲到这种六根他要多少的刹那里面他要关闭的这种感觉 一方面我认为是一种语言上面表达的没有清楚 实际上并不是说真的你要六根通通都闭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而是说你必须要有能够起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不被六根的那个像所迷惑 所以迷惑就是你的注意力不是只是在倒向着那些像 而是你有能力能够反观源头 我会对他这样的诠释 就是说六根的关闭 我不会把解释成为说你忽然之间你眼盲了 耳朵听不见了 我会把它诠释为说 你在弃入道国制的那一瞬间 你起码你的注意力不是像平常一样 是被那个像所吸收过去的 你是全然是被他吸引的 你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是有能力能够看着镜子 然后知道说镜子它能反射的功能 并不是在于这个呈现出来的各种的影像 就是不会做过多的动作 不会在这个上面再加个什么什么东西 这就让它直接的呈现 但是任何情感上连接 然后任何行多余的行多余的神力 都没有的那种状态 我可以跟你讲一个个人的经验 过去我曾经在马哈西的团体待过 然后马哈西的团体里面很多人 他们都会被印证说 你这是证到出国 你这是证得到几国 然后他们就会说 你证到了这个国位 你一定是经历过 这个阿毕达默里面所讲的过程 你刚所讲的 要横跨过河流 你要透过这个抓西 驿注一根树枝 然后越过这河流 这个过程 还有几个刹那 到达了彼岸的时候 你有几个刹那 他们会这样子讲 而且好几个被马哈西的老师们公开印证说是出国以上的圣人 他私底下提问的时候讲说 老师 我完全没有过那个六根忽然之间关闭的那个经验 从来就没有过 那那个现场马哈西的指导老师 他们怎么回答呢 你可以把这个理解为说 他们是很认真的回答 你可以把理解为说 他要自圆其说 他讲说 实际上你有经验过 那个短暂的六根关闭的时刻 那几个刹那 但是因为你的关会不够犀利 所以你不记得了 你没有 你没有办法回忆起你曾经经历的这个过程 但实际上你是有经历过这个过程的 所以我讲这个故事跟你分享 让你晓得 谢谢老师 这个太主观了 我 是的 我也是这样的感觉 我也是这样感觉 谢谢老师 也是我这期练习的其他的指观的禅法 然后接触到您的之后 也经过了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去对比 去尝试 然后我现在就把之前 以前学的就放下了 就专心 就按照您这种方法练习 也非常感恩您 谢谢 谢谢 谢谢您的分享 那周老师 你好 周老师好 简单的说 我昨天晚上就是能够体验到 我觉得我能体验到心本身 嗯 对 我还是从头说起 之前两个星期 休息那个 念处嘛 就 然后 结果到这个星期 又完全不熟了 就是 那些关于父母的记忆 就他没有自己在那里 纷飞 就是 群魔乱舞 我已经就没有之前那种 力量去放下 当然这些念头 这个时候 力量也减弱了一些 但还是很苦 我甚至会 就做梦 忘到 父母还是以那样的方式 对待我 我在梦里面跟他们争吵 然后就说梦的话 会说出来 这个时候 觉得完全控制不了 嗯 然后就就只能任由他们舞动 然后在这样的比较不好的 混乱的状态里面 我又跟朋友 发生了个痛苦 嗯 又导致我非常困扰 我就有两三天 整天都在想 后来到昨天突然想起来 朱老师说 这些都是我们收行的助缘 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休息 而且又是烧开水 哦 对 我 我 就是说 这都是我们收行的助缘 帮助我们发现盲点 于是我就 嗯 我能够 想到 在之所以跟朋友 吵架这么困扰 也很大一部分 是因为 我担心别人会怎么看我 我 我就很想跟对方解释 说我不是怎么怎么样的人 其实我是怎么怎么样的人 我就解释很多 嗯 但这样其实 是没什么效果 对 对 对 然后我知道朱老师 就讲过很多次 就是在我们 我们修行到了 比如说你有些地方修 这个领悟领受理 就是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 对 那我当时的一个做法 就是我去回忆 我身上的成功案例 比如说我跟很多那些老同学 都是不同庆调 他们邀请我参加婚礼 其实是想收礼金 很多年后联系的 不要充足 但我也根本就 我可以毫不犹豫的 就不理他 就是我可以 我不会害怕拒绝 是 然后也毫无负担 嗯 我就 我一点点都在乎他们怎么看我 是 我就想说这样 对 就是能不能够 模拟这种心境 能不能看到 从中有什么经验 我当时一这样模拟呢 就好像 我突然就没有在想 最近那个朋友 真好 出去了 很久 对 然后我就 就借机休息了 对 刚想到那个烧开水 你要一次烧到100度 烧一半 就凉下来 对 所以昨天晚上 就休息很久 嗯 我其实就是 躺在被窝里 舒服服的 又抱着毛绒玩具 然后一天拼拔 是 就 就是 老师也有在 很多次讲到过 心的本质 嗯 就好比说 心可以知道它自己 嗯 然后我粗略的概括 就是说 心相对于意识 就是心是一个 比较 比较好的东西 嗯 像阿江顿说的 如果我心 不往外送 不往外讨 就不苦了 心往外送 就是苦因 嗯 所以我跟着 吴老师的引导 我突然能够 体会到心 嗯 能就 只在觉知心本身 嗯 我就是 觉知到 那个双口中间 那一团 我姑且认为 那就是心本身吧 也有 也有传释 说过 我们可以把那里 理解为是 新的物质基础 我当时是 只在这一团的时候 我就 我那个时候 是没有念 没有别的念头的 而且我感到 是一种 就安定 还有比较清凉 就不会是 那个焦躁 躁热 躁动 嗯 就 就 呆在这样 状态里 是 嗯 然后今天早上 就跟我老公吵架 我就能够 其实我跟他吵架 然后我就能够体会到 就是说 嗯 你在吵架的时候 你的心 其实你在起心动念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就 就妥妥的 就是心脑外送 就是苦了 跟昨晚那种 呃 只是觉知到 心脑最患 那种安病 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跟别人 跟别人 冲出当中 我也发现 我的一种模式 就是我可以 非常 急切的 想想 想他们 寻求一种确认 就是说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不要吃我了 好不好 嗯 我们两个现在好了没有 嗯 嗯 但是别人也正在 他正在受苦当中 他是没办法给你这种确认 对 嗯 所以我就更苦吧 所以 总之就说 这个投手的思想外送 就 就更看到这种苦了 就是 嗯 这个 也许可以解释为 就像用世间的心理学 你可以解释为说 嗯 从而这个人 由于他什么什么经历 所以他形成这样的模式 对吧 嗯 但是 像我们上次课讲的 就是说 这种五蕴 他形成的人格特质 不足以作为一归 我们并不是要把这个五蕴的 这种人格去 去完善 对 我们肯定还是 把这个 这个羊肠植被 对 不如福利抽薪 对 回到心本身 对 是的 然后 我也不会 在这边跟你讲 说 啊 你这样子看到的 以我的见解 是不是 看到心的本质 我就说 这是很好的经验 的 你认为 你只要是更贴近心 都是好的经验 的 我 我只 我会在这边 再提醒你 那个心 他更深度的 知道他自己 他产生出来的效果是 他会把那个寻觅者 把那个观察者摧毁掉 他会把 对立感 摧毁掉 他会把那个说 有一个能够了解心的 那个人 有个被了解心的 那个状态 这种对立感 他把它摧毁掉 好 那 不管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你只要你感觉 我是 更贴近他 我更了解他 都是好事 就是 如果 现在 如果我能感觉到 是更少苦了 这是 对的方向 对 对 是的 是的 然后 如果你才刚刚 明白了心的本质 就跟先生吵架 然后你也可以 马上你就 看到 这里面的幽默感 然后那是 全然是有可能的 是不是 那有什么关系 那有什么关系 明白 你说如果 如果真的是那么明白 那么透彻 你可能就不太容易 被人家激情那么吵架了 是吧 我其实实际上 要表达的是说 就是说 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 你不要 追求那个五蕴的完美 把那样的那个意图放下来 而是纯粹的 只是什么是 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心 这样就好了 不要去在乎说 我要去做什么 让我自己变得更好 然后一般的人的期盼里面 他会觉得说 我不能够吵架 我不能什么什么什么 当然了 我们体会了心之后 我们吵架方式会不一样 明白 对 OK 谢谢老师 OK 好 谢谢你 关老师好 我 我最近 就是一方面 在一方面来休息 那个 就是 就是缠难吧 其实缠难的时候 就是遇到一个问题 是 一开始的时候 几分钟 就是我有一个 就是意识一个图决 就是现在 现在发生的这些 都很好 我很知足 然后心就会放松下来 很喜乐 但是 这个喜乐 就会持续那么 一小会 然后就会又会 觉得烦恼 为 就是 就吸引去了 是 然后刚开始 我这么做的 就刚开始 我是有点困扰 后来我就突然 想到就是 我可以对我 对我 心处在喜的状态 感到 感到欣赏 感到欣赏的时候 就是这个喜 它就会比较 持续 然后就不容易说 被那个 烦恼 就是 烦恼给 吸引过去 然后这个就算是 就算是在这方面 没什么困扰了 然后 最近的话就是 我就发现 就是我比较容易 体会到这个 就是说今天 老今天的上课 老师说那个心头 就是心无挂碍 那个心 那个心境 那个状况 状况 就是 就是 就有点像那种 就是 很多那个 意志 和动机 就是 就是在那个上面 是 就能看到 它们是一直在发生 然后 就以前的话 更多的是体会到 就是认识到 就更多的观察的是 那些就是 已经产生后来的结果 现在的话 你能看到它们 正在产生 或者持续的产生 是 就比较容易 体会到 就是说很多时候 这个 其实 平时一直在对 某一种 就是 隐含的这种 身受 或者就是 动机 一直在持续的 做这种 做这种 下一步的反应 就是 就好像说 我要 就工作的时候 我要持续的去 处在某种状态 或者生活 就是 平时的话 就是 要去做某种安排 这种动机 是一直有的 就是现在的话 以前是 就是说 它们发生完了以后 有了某一种感受 或者有了某种 心境了以后 才会去觉得 我苦 我不舒服 我有点苦 现在的话 就是说 在它们发生的时候 就已经能看到 那个心境上面 已经就是 就是那个心头 那个地方 已经有重量 已经有就是说 压力感 然后就会 就是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的话 就觉得好多了 是 是 谢谢你的分享 林玉 真好 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好极了 谢谢你 初老师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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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新的一周 是这样的 我的一个感想 是这样的 就是 像这个修行佛头的教导 它是心不在抓取 就是不在所谓的贪爱 如此类的 就是心不在有动作 不在有努力 不在有抓取 这个努力 不是事实的努力 它就是意思 它不在有活动 就是那种 不是死的活动 就是不在为那种 贪婪什么的 但是我 当我这么去观察的时候 就尝试这么观察 我也自己确实深知 这是一个正确的道路 但是有一个 有一点就是说 害怕 就里面有一种 有一种深深的恐惧 因为我知道 那种是彻底的无余的涅槃 就是这种类似于 就是说 没有情绪的 就是说 不在有情绪的波动 不在有情绪的扰乱 所以说 但是我又考虑到 有一种问题 就是说 就是考虑到 我过去的人际关系 你知道吧 我有很多死党 很多好朋友 对吧 但是我想到 我想到我如果说 通往这条路走的话 那么我在跟我其他的朋友 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朋友 在去来沟通 接触的时候 我就会丧失到 丧失了就是过去 对待他们那种态度 那种为止 就是说 我以前会对他们 朋友之间 兄弟之间 我们是会很热情的 你知道吧 就是说表达 表现出我自己的一种状态 但是如果说 我们去内心 就心不再去抓去 就是我不断这么去观察 不断这么去休息 那么我的心越来越 抓住的工作 越来越少 你知道吧 不再 不再为了去去 跟朋友之间沟通 不再去说 我为了一种 快乐快感 然后相互之间 找一个共同话题 然后表现得没非事 相反的 我有一种恐惧 就是从恐惧来自于什么的 但我发现 我这么去 不断的去休息的时候 我跟我过去的关系 朋友之间的关系当中 他们对我很热情的时候 我发现 我不可能会表现出很热情 我不知道 朱老师 你能理解吗 是啊 当然 那你之所以 你会害怕这一点 是因为 你对于跟朋友之间 热闹的 然后这个 在这个 欢愉的交谈的状况当中 你是很以那个为乐的 可是 那个修行啊 他要我们放下的 他并不是 他 他 他并 我 我 我 最后是我打扰一下 没有关系 请说 没有关系的 请说 我知道我跟我朋友之间啊 是 这种交流方式啊 是一种取乐的方式啊 是一种快乐 但是 我跟他之间所建立起来的一种关系啊 就 就是 就是 就是一种 这种 你这种乐 你总有待 你知道吗 我 我跟你讲啊 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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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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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在一个 无欲的 智慧 里面的人哦 他之所以没有害怕的 其中的原因 是因为尽管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一直在变 可是他这里面是很自由的 你不断的有升华 你不断的有把这个 导向更高的幸福的能力 所以你没有害怕 你不会丧失什么 你 你不会变得说 因为你跟朋友的关系不一样了 所以 使得你变成一个冷冰冰 使得你变成一个 没有关爱能力的 没有 没有能力跟众生同理 哦 那 然后 你 你就算是有人 他会误会你 或是不理解你 认为说你这人变得更不好了 你也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在乎 可是你 你在任何的时候 就算是别人认为你变冷淡 或人家没有认为你变冷淡了 你都一直有能力 能够活在智慧当中 去把 那个变化 那个变化 是调往 升华 更像解脱 有机会跟你这样子的人 相处的人 那是他的福报 你会变成对方的福报 如果不是的 的话 我们只是把对方锁在一个既定的模式里面 无止境的 不断不断的重复 同样的交流方式 实际上你每一次你在跟你的朋友交流的时候 你都会当下客观的看一看 这种交流 他乐 可是他乐的瓶颈 他的天花板是到什么地方 很有可能你正在交流 你会发现 其实就是 就是这么一回事而已 它是一个蛮稀松平常的 然后如果 你在一个虚拟的时空里面 你要无止境的 不断的重复着这样的一个交流的状况 那实际上是一种地狱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涅槃是一种灰身明治 它像一个自公了的一个状态 你永远的丧失了某一种能力 它不是这样子的 涅槃是自由的 所以在这个自由的状态当中 你的智慧有不断的升华 有不断的逢凶化吉 有不断的能够跟境界 发生出向善向解脱这样的能力 所以你不用害怕的 你不是被砍手砍脚的 你是变得更真实的 我内心当中还是觉得 就是说隐隐 这种恐惧来自隐隐的 觉得就是如果说 一直这么下去的话 对过去关系的结束 好朋友关系的结束 就是说会是一种可惜 我会感到一种 你要相信说 就算是你没有修行 你任何时时刻刻 我们跟朋友的关系 它一直在结束中 然后这个结束 它一直都是另外一种新的开始 你若你变成修行的话 这种新的开始 它就是可能是恶性循环 它可能是千篇一律 无聊的千篇一律 可是如果你是向解脱的的话 那么所谓的死亡 它其实就是再生 那个死亡跟再生 它是同时的 你没有什么好害怕 你越是经常的 倚重于无欲的智慧 你越会对这个有信心的 连这个问题都不会需要问的 你会知道就是这个样子 你不用害怕的 它不是自公 它不是说男人阉割了 你变得没有 它不是这样子的 对我们明白 就是同情心还是会有同情心 但是表达的会非常的平静 就是说 它不像以前那种 会有一种 哎呀 幸福 你也不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既定的模式 它没有说什么既定 所以从此之后 每个人看到你都觉得说 你就是出家人的形象 它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 你是很有可能 你会趋向于更省力的方法 那是为了你自己舒服 那是为了你自己舒服 少苦 那不是为了说 所以你会要符合某一种模式 你不是为了符合某一种模式 而改变 你是因为更舒服 所以而改变 明白明白 那个杜教授啊 这个时间我估计也手分不动 我再问你一个具体的 您的实际的问题啊 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中 修行的时候 你是一般每天是怎么修行的 打坐 想说 你具体来说打坐啊 打坐的时候 你的头脑里面 是做一个怎么样的观察 那个正好 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我们就今天就先到此为止吧 谢谢你的分享 好的 好的 谢谢做 年诞快乐 谢谢你 也祝所有的与会者 新年快乐 祝世平安 我们下回再会 我这家里的观察